台湾的台湾地区的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回归 你台独也好 你有很多的想法 打着心里的小九九 想怎么玩怎么玩 包括台湾地区有很多的 我们一直讲这些人是搞政治的 实际上很多都是政客 根本不是政治家 什么叫政客 场景换了 他的话术也会换 而且他的心里边的核心的 我们说这个底线三观是不确定的 这种就是叫政客 那么这些政客有贬义的有保义的 这个贬义词就是说完全是玩话术的政客 保义的就是说他可能需要一些话术 来维持他的在台湾地区的环境 但是有的时候底线红线是不能触碰的 至于讲到台湾地区究竟能不能台独 可以 你要付出代价 你要用你的血 汗和你的人的生命 去换取你的独立 这才是有价值的 讲话术 干嘛呢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的回归 作为台湾朋友 还记不记得什么叫光复啊 光复的本质是什么 是整个的中国人中华民族牺牲了三千万的军人 同胞所换来的台湾的回归 这也是在二战以后我们今年的外交主线也强调 我们要坚决维护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 二战以后的国际秩序其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什么 二战的成果就是台湾地区的回归 这个是国际共识 所以在这一点上 如果台湾地区真的 我是这样讲 政客们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 那就请你离开 如果你要获得的话 请拿出你的信心 和你坚决的意志 和你的血 去换取这个土地 看看行不行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 我们要把概念搞清楚 这是抗日战争 八年抗战 对啊 十三年的抗战 换来的这样一个成果 这个是什么 是交易来的吗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说以台湾问题 我不愿意谈统獨问题 就是一中 这本身就是二战以后的成果 这是打出来的 靠话术 你能改变这个事实吗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最终 我先提前讲一下 关于某一些媒体人讲的这个话 拿1993年的白皮书 放到今天来讲 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有误导民众的嫌疑在里面 可能有些人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什么 我们讲作为一个地区 你如果是完整统一的话 保留外交 保留军队 包括他的社会制度 我们把社会制度先拿掉 因为一国两制 本身就是维持 你现有的社会体系 社会制度 和你的经济 经济结构 至于军队和外交 本质来讲 这是主权的一部分 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你要保留这个内容 核心是什么 核心我认为就是 维持着现象上面讲 不同不武 你读不读我不知道 但至少现象是叫不同不武 维持现状 但是本质是什么 口口声声讲自己是中国人 但是我非常清楚 因为我也看他们的节目 本质上来讲叫中华民国的中国人 这样的一种心理底层的一种逻辑 暗示他们 他所表现出来的现象 就是这样 那么核心是什么 这是这个核心 我的定论就是 实际上就是两岸互不隶属的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这种表达方式 在于他们可能自己感 没有感觉到 我只能善意的说 他们没有感觉到 但是本质 它的核心 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两岸互不隶属 我有我的政治体系 这没有问题 我有我的外交 我有我的军队 这本身就是两个国体 两个主权的分支状态 而且它要维持这样的现状 所以统的问题 在这些人的嘴脸上面 根本是不存在 当然有些人会谈一些国际政治 地缘政治 我还是蔓冤一听的 但是在这一点的论述上面 我是不接受这种观点 所以说在最后他也讲 台湾永远不会成为香港 什么叫不能成为香港 香港一国两制 已经完整的解决了香港 维持现状 维持香港的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体系 这就是一国两制了 那么不能完成 不能成为香港的核心是什么 因为他要拿掉很多东西 所以他不能成为香港 台湾地区这些人就是这样思考的 因为这种思考逻辑 是另外一种叫独台的概念 这个另外一种独台概念 他们和台独的本质是一样的 一点区别也没有 如果这些人未来都不能成为统一的主导力量的话 那么和平统一 看来可能性大不大呢 实际上我的观念一直在改变 我前今年 包括今年年初 我还在强调 和平统一是必然的进程 而且和平统一是可以实现的 武统不过是不放弃武统这个选项 现在看来 如果这些小布尔乔亚的这种思想过多的话 那最终就是武统 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这些底层逻辑的东西 要彻底打破的 如果不打破 后患无穷 任何一个人都会跟你讲 我是指台湾地区的人 你没有资格 你凭什么到我的土地上来 有这样的人在讲 因为我看了一些节目 我们要对等啊 我们要平等啊 什么叫对等 你今天讲对等 你就不对啊 你跟谁对等 对等的本质是什么 只有什么 只有融合 好不好 没有对等的概念 如果要对等的话 那就是互不隶属 那就是两国论嘛 那就是要走独立的状态 这叫对等 大卫老师 我是觉得什么叫对等呢 那我蛮同意刚才相似所讲的 融合这个观念 那我觉得怎么不想谈 也要谈一谈 有关台湾的现在的问题 因为台湾的问题 当然我们国家有国家的策略 那但是在民间的话 我觉得就香港很少再谈 内地的时候也是随着台湾的言论在起舞 到底整个本质是怎么样 因为我从2019年开始当我在关心整个台湾地区的整个环境 包括我们看到当年的韩国瑜说要参选高雄市市长 然后到要参选台湾的领导人 那整个的情况就是我们是觉得挺有希望的 当初的时候也有很多韩粉的出现 因为他跟一般的政治人物是完全不一样 比较务实就苦名苦嘛 他最有名的句话是 那让我们感觉到台湾出了一个有机会可以为民着想的领导人 而且的时候很实际的要跟大陆地区去多点做生意 互相去合作交流沟通 这一方向的时候老实说是现在所谓的中国国民党里面所缺乏的人才吧 我说比较能够接地气的人才 这个方向是比较少的 而且难看得到 我们看到比如好像黄金平啊 还有一些什么侯友仪啊 那甚至之前的宋楚瑜马英九啊 这些都没有这种气魄 那保留的是门法制度吧 我感觉到现在整个台湾的气氛有点像 当年我看到姚伟的一出电影 叫《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cri注射 李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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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